這個禮拜每天過的都有點緊張 因為二無情事到現在還在進行事 趕快插播看最新的國際訊號了 先看郵價 就在廣告時間您剛看廣告 郵價是往上做噴出急拉的 平凡現在這剛剛一度攀成這個樣子 就算有點拉回 現在漲幅也超過3% 最高昨天不然它原油是衝到每桶118 現在116、117也是貴的不得了 德國股市郵價一衝高 哎呀要打了啦 占局擴大啦 德國股市剛一度上到了最低點 現在跌幅有收斂 但跌幅呢0.6 夜盤何尝不是呢 來明哲請上來 夜盤呢我就想問了那空單減了 會不會白減喔 因為剛的空單喔 你看空單減少 還有Poco Ratio值往上拉 後面兩個好會不會難抵 現在的歐谷跌油價的噴呢 請問 基本上我覺得現階段的那個外資的操作 有點那種抵不動我不動的那種感覺 講得真好 對就是反正你如果有跌我就稍微去空一點 然後漲起來我就稍微減少 但你可以發現它的一個部位 事實上大家如果長期追的話 2萬口其實是一個 最近這幾年算是一個比較偏低的水位 對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現階段其實外資是比較稍微觀望一點 沒有比較大的動作 所以雖然說在現貨的市場當中 其實是站在了一個比較調節方向 但你可以發現賣壓減輕了 對它的賣壓其實是相對來講 是有逐步去做減少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我說一下 剛剛明澤有講 因為主持前線十多年了 空單如果真的它要大空特空 我印象中最大的空單 還有多達3萬口4萬口以上 沒有錯 所以2萬口應該算是它的避險基本水位 就這樣不是那個踹空的 對不是踹空的 OK OK那現在的夜盤呢 對那現在夜盤 當然因為剛剛受到德國下跌 然後油價上漲影響它有下跌 不過其實大家可以發現 最近期比較難去掌握是在於 它其實都會留下影線 我記得昨天下午 大概下午4 4 5點的時候 那時候夜盤跌100多點 結果最後你醒過來之後 哇結果是漲了快100點 豬羊變色 對所以從現在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大家應該是要以這個 所謂防守的架區 它有守住我覺得比較重要 所以像以昨天的 應該說今天的紅K棒的 大概1 2分之1左右的位置 應該是在17822點 只要沒有跌破的話 我覺得應該都還是屬於一個 相對比較整理的格局 重點一 為什麼這幾天都有那個打下去 把它埋起來的下影線 顯現得是有人在看顧著我們台股的家呢 打下去就埋起來 不要輕喔 誰在看家呢 八大光股航庫 您看這不就是看家的證據嗎 所有的人員前子彈都擺在這兒了 另外一個重點回到了夜盤 第二個呢 還涵蓋了 只要防守架區紅K棒的一半 17822能夠守穩 就意味著低檔有支撐 沒錯吧 好 說到了看家觀眾朋友 還有包括投信 名則問一下吧 投信喔 看標題呢 是 22天的買超 創下史上喔 第二場的買超紀錄 您覺得這代表什麼訊號 我覺得兩個訊號 一個是來自於就是 這個所謂的基金會委外代超嘛 所以當然在這個國際股市 比較動盪的時候 多多少投信都會去做一些 撐盤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買超 拿政府的資金 去找跌時種植的好公司 對 那第二個則是因為 這幾年其實發行非常多的ETF 那大家都喜歡定時定額去扣款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們只要拿到錢了 當然還是要去買股票 所以這個反而會對於 投信的買超延續 我覺得會有幫助 第二個我覺得它是經典的 因為十多年下來 很多的散貨都真的被前線給交匯了 我們就固定買那個 定期定額去買 買那個有配息的ETF 0050、0056 或者國泰永續高股息這些等等 那因為每個月給它扣款 5千、5千、1萬、1萬這樣扣 然後這些的ETF 又是追蹤指數的 指數裡面包什麼樣的股票 它就去投信 你定期定額買 投信就固定去買 所以投信二二買 買的是理所當然的 你看大盤投信的買超 這種定期定額的買盤 是不會斷的對不對 沒錯 好 那當然這個行情 我待會兒整理一下 接下來麻煩明澤幫我追新聞 個人個股的新聞了 要追個股新聞之前先講一下外資跟投信 因為今天外資是二賣嘛 你一向去找 找那個外資投信 投買超的 總共有七檔標的 一向是長榮 中鋼 望紅 陽明 南亞科 還有聯電跟金豪科 有一些也是剛建成帶到的 但是新聞先看2317的鴻海 恭喜鴻海 賀喜鴻海 您的電動巴士終於要上路了 鴻海的電包 Model T要交車了 就交給高雄客運 您3月16號在高雄 就可以坐到這輛車 你有沒有賣給台北市政府 賣一下我就去坐你的車 好鴻海來看一下2317的股價 鴻海的一個股價 最近它就是一個區間的 一個震盪整理 那原則上 因為它都有守百元的一個關卡 所以只要百元關卡沒有跌破的話 我覺得隨著出貨 應該開始股價會有一些反應 大家可以觀察 太好了 盯著102.5可以嗎 可以 102.5 如果守住 那就有續航力 今天有看到105囉 第二個是大力光 大力光對外說 因應擴充產能的需求 所以大力光決定要砸下10億元 來買地 擴產喔 我告訴你一家公司 如果真的未來不好 大力光又是老實的公司 未來不好 它會買地擴廠嗎 因此大力光 沒有錯 事實上擴廠 當然就代表你有相對應的一個訂單 那大力光其實1月份 2月份表現很差的時候 其實你股價也發現 它已經沒有再去做一個 破滴的一個動作 所以大家就稍微觀察一下 目前應該是在2000元大關附近 它其實會有防守 那只要沒有跌破的話 其實應該都是屬於這種整理 準備要發動公司的機會 你看左整理右整理 都是在2000附近的關卡 最後一個是永豐金控 永豐金對外說 預估第三季 台股會上攻 攻到了19700 靠近2萬點差300 而且來講 央行今年會升息三次 升息三次 他說每次升個半碼0.125 那我們幫你算了 如果今年升三次的話 每次升半碼 那麼今年將會升0.375 永豐金還特別帶到了第二個新聞 他說金融股 還有1.5的上漲空間 所以看好銀行型的金控 講的不就是你自己嗎 永豐金的股價畫一下 對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一波行情 他都是沿著月線往上走 大概碰到他就會收腳 或者是收紅K 所以整體來講 大家就稍微觀察一下月線 只要沒有跌破的話 其實都還是有攻擊的條件 明澤觀察真仔細 你看靠近月線買 靠近月線買 跌破月線你買破了月線 這樣子 沒錯 感謝明澤謝謝您了 我就說吧 每一檔股票都有自己習慣走的路囉 先來講一下期貨空單 原來明澤說 期貨空單保持2萬口上上下下 這是外資必備在台灣布局的 避險水位 不是很抗 不是抗壞的空單 並不是喔 除非三四萬口以上的淨空單 夜盤部分呢 特別的是有什麼好怕的 如果行情真的那麼爛 為什麼會有人打下去 都把它埋起來的下影線 每天都在流 今天何嘗不是呢 因此盯著日盤的紅K一半 大概呢是17822 不破大盤就是安全的 因為有人在顧家 投信顧家 八道關股航庫 也守著這個家呢 當然另外一個消息 就是在鴻海了 鴻海呢 電巴在高雄要開賣了 3月16號高雄這輛的電動巴士 就要上路囉 鴻海的K 跟您做報告 只要102.5有稱 是有機會的 大力光 買地要擴產 明澤講好了 如果今天沒有一定的單量 沒有一定的未來期待性 它怎麼可能砸重金 來買地擴產呢 所以2000塊 注意一下 防守的穩 低點不再破 當然就會有慢慢加溫的期待性 永豐金庫 認為第三季台股 會往上靠近 19700 當然呢 金融股還有一成五的上漲空間 看好銀行股囉 有風金庫 盯著月線看 只要靠近月線 破月線 就是個絕佳買點 以上結論 明澤正確嗎 完全正確 感謝您了 接下來 葛國大哥 帶給您更完整正確的 葛國大哥說 現在行情呢 都是被那個普亭 給害到了 所以行情會漲劇烈震盪 國際股市 包括台股都是一樣 因此呢 請小心 除非你的股票 是處在 波段多方架構 握著 買著 再是安全的 可是如果 仔細一看 糟糕完蛋了 技術面臨壓力去了 可能要賣掉 再不捨得 也得賣 但郭大哥 是 先教 到底呢 技術面臨壓力區 波段多方架構 我該如何用 圖形來看懂呢 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 八檔股票 它是在各個 不同的族群 大家可以把它當作 是一個範例標準 來看待 什麼是波段 波段多方的股票 什麼是面臨到壓力 我用一個圖 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白板 好 我們先來看 如果是波段多方的股票 它的代表性意義是為何 它如果是一個 所謂下降反壓 碰到壓力股票 它又如何代表 等一下 空方是這個嗎 是 好 換黑色 好 黑色 那黑色是嗎 對 好 等我補完 這是黑色不好的 這是黑色 紅色 好 來 換好了 這是好的 對 這是好的 好 請說 那這地方有一個叫盤整格局 那我們先不管 這叫18619 我們先寫一下 大盤 好 大盤高點 那這個地方怎麼去判讀說 多方跟空方要怎麼把握 在多方裡面 我相信 瑞涵 你一定知道這種圖形 您常教的 對 好 你分別解釋一下 這是什麼樣的圖形 分別解釋 對 三個都要我解釋 對 今天是你主持人嗎 是 你要考你 好 我解釋 來 我嘗試了 是 這個叫做W底 過了頸線之後 進行回側 回側沒有破 就有機會再上弓 這更簡單了 這叫左肩 右肩底 所以頭 頭肩底 這是底型 一樣過了頸線之後 回側 如果沒有破 繼續表態多方 這個叫做 碗形底 一模一樣過頸線 任務先回側 如果收住的話 上弓 是不是啊 完全正確 幾分啊 100分 謝謝 好 在上升的格局當中 其實你要先去 從現行研判 它是什麼走勢 所以這個就是 您所謂的 波段多方架構 那其實它的買點 總共有三個 這邊是一個買點 這邊是一個買點 這邊也是一個買點 回側 警線是個沒 對 這三個都是買點 你如果要做多 在上升軌道當中 看到這個多方的 價格的買點 就要站在買方 好 那我先跟你講 這邊是買點 但呢 以我散戶的心態 這邊呢 我根本不會買 這邊呢 更不會買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邊呢 怕它再破底 我怎麼敢買 這邊呢 它是第二隻腳 還是呢 變成好多腳 好多腳 再破底 我也不會買 比較會買的是 去這邊待會教一下囉 好 那這個呢 那這個也是一樣 它有四個買點 這是第一個買點 這是第二個買點 這第三個買點 這第四個買點 那這個地方 只有兩個買點 一個是在這 一個是在這 OK OK 那基本上要去了解說 買點的出現 大概從獲利跟基本面去看 要搭配 對那如果空方的話 一樣是講出來 空方的話是這樣子 空方你都不給他彈喔 空方他就不會彈啊 空方真的就不會彈啊 不會彈到這邊再往下 他會這個破了之後 他會稍微這樣子下來 會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一樣 會這樣子 對嘛 我就說嘛 通常破了就會回測一下景象 會有個逃命啊 對那這個你解了 好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是賣點 這個地方是賣點 不是這是什麼頭 這是M頭 這M頭形態 這個三個是賣點 那這個地方是賣點 頭肩頂 頭肩頂 然後這個是賣點 這是賣點 這是賣點 四個賣點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兩個賣點 一個賣點在這 一個賣點在這 也可以說三個賣點 一個賣點在這 好一樣的 這是麥當勞的M頭 破了景象之後 往往會進行 調整一下 結果還是不成功 挑戰頂線不成功 再不回去就會再往下跌 頭肩頂 跟您報告這是頂 這個是底 所以頭左肩右肩破了之後 一樣會朝頂線再努力一次 不成功就往下掉了 這是圓頭 弧形頂 這叫弧形 弧形頂 那是弧形頂 也有人說這是圓頭 圓弧底也可以 都可以 黑色是空 紅色是多的 懂了 上面一八六一九十大盤 清掉之後 來先看多 我們就來看 第一個長榮航 長榮航 它本身是做航空客貨運的 它是一個強勢股 既然強勢股就不會一切千里 而且是量大股票 所以強勢股 它領先拉回的時候 往往碰到重要的支撐線 它就會出現反彈 但請注意 它是碰到重要支撐線 先拉回來出現反彈 如果你要強短的人 你可以在支撐線的地方做強短 但是你手中有套樓人 這波彈上去的高點 你要做一個 它是短多的向上反彈的訊號 你要在高點一樣做撤退的動作 來長榮航先看了 我們給一條月線 月線這樣 這是月線 綠色的月線 這種所謂的強勢股 當它的趨勢未改變之前 它是提前的拉回的 往往到月線的時候 它就會進行所謂反彈 那因此如果你是走技術面人 這個地方當然是站在買方 但如果你手中有套樓 因為它過去這個地方有沒有 是不是形成一個M頭 對 如果追在上面的話 那如果來到M頭 這個頸線的位置的時候 你還是要做減碼退出的動作 基本上它大方向 都是一個多方的架構 可是因為短線的高檔套樓 實在是爆出很多的量 而且法輪是領先的 做一個偷跑的動作 所以我說春江水暖壓先知 如果沒有做所謂的解封的動作 越慢 它還有機會震盪 甚至走高 可是越快 利多出境的時候 就拉回速度就快 提醒您 如果您買在這兒 是短套的 反彈起來要解套 如果您是空手 空手 搶短 就到重要支撐線搶短 月線的時候是可以搶得短的 第二檔呢 好 第二檔長榮來講 它是貨櫃運輸 那波段的走勢 到目前一直都沒有改變 可是呢 它這股票一直走多嘛 對不對 那我們總是要找個高點 去做賣出的動作 低點再做買回動作 那高點就找壓力 那低點就找支撐 去年的七月十五號 到七月十六號的缺口 就是這一波波段的壓力 那拉回支撐線 比如說回到所謂的月線啊 回到所謂季線啊 五日均線啊 如果夠強勢五日均線 乖離大 回到這些重要支撐線 它還是買方 可是重點是 當它一直急漲的時候 你要知道它的重要壓力點在哪裡 我們大概來看七月十五號到七月十六號 這個缺口 二六零三號 去年哦 七月中的缺口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它的最高點是 這個地方最高點是多少 來 跑給您哦 先看這個最高點 一六八 寫給您了 這一六八是它的低 這個是高 高是多少 好 這個地方 一多少 一六三哦 好 注意看哦 這就是它前一波緊壓最大的壓力 那這個叫一六八到一六三 那也就是說 這邊股價一直漲 一直漲 一直漲 一直漲上來的時候 大家進入到一六三到一六八 如果你看到量能是有失控 或是說法蘭在這邊有買轉賣 或是漲不上去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選擇站在賣方 可是拉回來 只要是五日均線 月線這地方 你都可以是逢回做多 因為它波段趨勢並沒有改變 OK OK 這樣大概就知道怎麼應對了 中鋼二零零二 好 二零零二中鋼 它一個特殊的狀況 因為它是鋼鐵股的龍頭指標 因為它這裡面告訴你 它去年EPS是4.02 那今年配息三塊一 瑞涵如果配息三塊一 股價在三十多塊 它是很難回的 聽得懂我意思嗎 股息殖利率超過8%多以上 然後大摩平優於大盤 然後目標價看五十二 所以這種股票它很難回 現在三八 它看五二 對 但是因為這股本很大 它即時要走 不會說出現漲停漲停漲停 你放心的 所以這種股票 才是慢慢的往上走 那慢慢往上走的時候 你不要預設任何立場 逢五日均線 跟所謂的這個 十日均線 你就做多 但是什麼時候 這個股票會結束 我跟各位講 回到這個緊壓 就是一個危險訊號 回到這個缺口 它也會有壓力 但是最好的判讀方式 是將來出現這兩個符號的時候 你再站在賣方 什麼顏色 黑色 長黑 或是很長的上理線 對 是在高檔發生 爆大量發生的時候 那你再選擇站在賣方 空手的話 可以在周線三七 十日線三六 空手只要這邊 通通都可以站在買方 OKOK 知道囉 好 大成鋼下一個 大成鋼 它是一個不鏽鋼產品 這個鋁製造品 不鏽鋼跟鋁 因為鋰 鋁都對它最有利 其實我們先來看一下 美國鋁業的K線圖 好不好 因為它轉投資美國鋁業 我上次介紹過 總共是折合台幣 孫公司百分之百持股 一百零四億的台幣 那我說過鋰跟鋁 漲得多的時候 對它是有利 你可以看 在就打說 從今年開始 這附近43塊 漲到這個地方 已經85塊了 其實對它是最有利的 而且美國的復健的基礎建設 它是唯一台灣受惠概念股 記不記得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 這個地方的大成鋼 它法人呢 波段操作呢 是波段式操作 它沒有任何改變過 那沿著上升軌道走勢 低賣高賣來回操作 就等於說 這檔股票它會形成一種這種 這種走勢的股票 聽得懂我意思嗎 懂 所以你就要順勢的 這個地方去做操作動作 你可以看 它的走勢是非常犀利的 所以你不用去擔心它這邊怎麼樣 你只要憑這個支撐 你都買這個壓力 你就賣一直順勢操作 直到結束為止 你看這就剛剛畫的有沒有 上升軌道 然後呢 橫盤往上 低買高賣 法人的買盤不斷 是 所以這個是好的 好的 好 感謝科目大哥 謝謝您了 是 那麼壞的怎麼辦呢 好的 先分享 壞的請您就要小心囉 以及大盤 今天呢 台股的後市呢 它有三張喔 一個呢是現行啦 第二張快速看過一遍 那俄武戰士 您該如何應對看政府喔 還有一張呢 就是呢 美國股市原來還是要盯緊 但不知道科目大哥 它的論點是如何 好